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为大家介绍电影《脑男》在社会上 或许每个人都会遭到不公平的待遇 当我们是不公平事件的旁观者的时候 自然而然会生出一种对于事件的上帝视角 几乎能把每一个当事人的问题症结所在剖析出来 但是当我们是事件的受害者的时候 当我们向社会同类人的求助而被冷漠以待的时候 当我们对于神圣的法律有所怀疑的时候 我们最容易生出来的恐怕不是善良而是暴力 电影《脑男》之中 准够的做法或许能让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有所思考 电影一改之前 日本的悬疑太岸类的电影选角风格 没有选择一位不休篇幅的操汉子 而作为故事之中智商超群的男主人公 反而是选择了英俊帅气的生田斗争 不得不说 这位主演就用自己的粉丝效应 轻松地带动了一半的票房 同时也使得这部电影在续情之余 有一种审美上面的享受 其中电影就笼罩着黑暗的沉重的氛围 故事之中的暴力少女绿川 是一个藐视社会章法 试试别人的生命如草芥的 那些扭曲的二次元少女 她每天的活动就是策划杀死那些 和自己有口舌之争 或者只是单纯看不惯的人 而且作案手法也是十分的残忍和暴力 丝毫不考虑那些无辜的生命 像是背后的制裁者一样 干掉一去与他们观点相悖的人 在他们的作案事件 被一个女人预测到了之后 他们迅速地抓到了这个女人 并残暴地割下了这个人的舌头 还把身上绑着炸弹的女人 放在了再满学生的校车上 不出所料的校车爆炸 车上没有一个人生还 这件事情引起了警方的极大的注意 在警方的协助调查之下 他们把嫌疑犯锁定在了绿川身上 但是男主角龚陵木却早一步找到了绿川 但是在两个人的挣扎之中 绿川逃走了 剩下的陵木却被误以为是犯人 最终被抓回警察局 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 陵木其实是一位没有感情的 智商很高的杀手 在他祖父去世之前 对他进行的教育都是复仇与杀人 这就培养出来 他只是用暴力来制裁社会上面 不公平待事的做事态度和风格 其实这也是电影名字的由来 男主人公的头脑是一般的人无法比拟的 但是却是一个只有缜密思维的头脑 对于其他事情都很冷漠的男人 经过警方的调查 陵木的所作所为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陵木一直用自己的智慧 洞察至社会上面的黑暗 却从来没有想过运用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 而是通过自己矫尖的身手和敏锐的洞察力 发现罪恶 并且去解决罪恶 他被警方发现时 正与嫌疑人绿川进行搏斗 换言之 当时他正准备代替警方制裁绿川 但是他们这些行为都被绿川看在眼里 绿川策划好了要杀陵木的手法 并且截持了陵木的球车 在球车爆炸的时候 绿川和陵木成功逃走之后 绿川挟持着医生真理子来到医院 警方不得已赶紧包围这座随时可能爆炸的医院 而陵木也出现在这里 没有像大家预料的那样 最终警察要有所谓的正义 来制裁罪恶电影的结尾 陵木还是用自己的方式 结束了这场威胁 就笑了一声 制裁了他认为的罪恶 让众多观众觉得很是大快人心 以暴之暴的这种方法 在主流的思想之下 其实是不被认同和接受的 但是在法律上 对于罪恶不能有最有效的制裁的时候 脑囊的行为却又显得十分的有效和大快人心 这部电影最有争议的地方也就在于此 面对犯罪本身 以相同的方式解决的陵木 是否也能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呢 但是影片之中 无论是绿川还是陵木 其实都是对着社会有着深深的无力感 对于社会的探讨 或许才是电影 最终想要正式的问题吧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